大家好,我是荣儿 今天我们来做好吃的葱花饼 分享你们一个小技巧 让你闹的饼比外面小摊闹的还要香酥柔软 先来和面 300克面粉 2克盐 用200毫升温水和面 水温大概在40摄氏度左右 上手揉面 这个面团是偏软的 刚开始你肯定会觉得特别不好揉 因为它粘手 当你多揉一会儿后,这个面团就不粘了 而且还特别的光滑 你看 揉好后醒一个小时 来做油酥 面粉40克 盐2克 热油50克 拌一拌 再加一把葱花拌匀 这个油酥就是今天烙饼的小技巧之一 面团醒好后不用揉 搓成长条后直接分成小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都揉光滑,收圆 再把它擀开 这个面团会非常软 操作的时候记得撒干面粉 抹上葱花油酥 拌紧厨切一刀 像这样卷起来 先捏合边边 再把底部捏紧收口 小头朝上 轻轻按压成小饼 全部做好后 我们就从第一个做好的开始擀开 不要直接上来就擀开 先用擀面杖轻轻地压开 这是面饼加油酥 擀不破的一个小技巧 最后轻轻地擀开 擀薄 这张饼你可以擀得特别的薄 现在就可以来烙饼了 平底锅刷油 翻揉面饼 盖上盖子用中火烙 烙至没有生面后 再给它刷一层油 翻面 盖上继续烙 烙至鼓起大泡 两面都微微的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这色泽是不是超级漂亮 这盏葱花饼不仅柔软 还非常的酥 刚开始闹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香 迫不及待地给家人馋了一个 多调侃我说 这是我闹过的最好吃的饼了 喜欢就点赞 收藏关注我吧